當我上課,其實我在上課過程,這些內容我就已經先下標題了 因為我們上課是比較屬於操作的,所以會有一些情形就是 比如說我現在講到這個階段,只要換同學練習一下 我就會先把它傳到上面來 所以這樣有個好處,同學可以隨時把老師replay 因為他不停的時間,就先下載下來看啊,那就會我怕過 我怕就是要看,看得還不懂得,我就過去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在老師跟正會比較多一點,對不對? 不然一個班級七十幾個,每個都要有問題,你走過去了,同學問題要講很久 所以我還有整理一個,叫做FAQ區 一定會有同學常常遇到某些問題嗎? 我就把他整理起來 這樣是因為他就不會來找你的 會找你的,就表示說他就是還有不了解的 會找資源的,他在這邊就會找到很多了 這樣明清楚了齁,老師也要想辦法自己提高效率嘛 不然的話,老師背後一樣的問題,你也會覺得有時候 啊,現在他打到我等一下,請看那個 他自己找 好,OK,那我們回到這邊來 您看呢,我們要做這個錄影 目前,我想我們主要是用兩套免費的 一個是這個,這是我最常做的錄影軟體 另外一個是這個 另外一個是這個 那在錄影開始之前,其實老師要稍微先準備一點點東西 準備哪些東西 當然,您直接用那個一般的門 國產空戶 麥克風 我是不敢對 但是比較會一點 因為呢,每一台電腦 就是一般我們那個白色那個有沒有 就是麥克風接進去那個 因為那個會受到不同電腦的什麼 音效差影響 所以我比較不建議用那一種 因為每台設定不大一樣 如果可以的話,老師會用這種 這種的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要給你看老師也看不清楚對不對 對,所以我就順便換一個 對齁,這個也可以 直接用這個也可以 對 蛤?這個食物投影機啊 食物投影機老師,學校應該都有嘛 但是平常一個懶得借嘛 他搞的啊,有些會借我 那也是這樣啊 那也是這樣啊 比較小談一點啊 嗯,這國民黨 好,那等一下老師有些可以試看 因為有些時候可能您會需要 搭配什麼 手機上 要擦搜給同學看一下嘛 對不對 如果您的課程面上也要給他看一下齁 這邊 這樣是可以擦搜的 然後他可以繼續錄下齁 如果我記錄點 我就 解析度太高 有沒有這樣 要把它切開一點 因為看得比較清楚 你要拍畫面也很簡單啊 因為老師有時候會有手稿 對 手稿的部分 不見得一定要就是 透過電子化嘛 我就不想跟你看 不想不同數位的話 我就直接再看就好了 這樣也是一個方式齁 那這個呢 我會建議老師 您在做了我們所謂的這個 硬體的準備的時候呢 可以注意一下就是 如果可以像我剛剛那個就是 就是 所以放進去就直接用了 在那比較不會忘記 如果是以就是 我們一般上課 您可能是叫電腦教室的 那個電腦 直接用 因為那麥克風比較沒問題 因為上課就直接用自己的東西 最熟悉了 那麥克風裡面的麥克風也還合理 但是我必須告訴各位 那麥克風真的比較虛擬一點 就是收音的效果 收音的效果會比較差 导聲效果比較差 所以您可以注意一下 那如果您是要拍 現場的對不對 當然可以啊 為什麼不能把這個 你這個也好 為什麼要不要拍現場 我不能拍現場的 可以啊 開現場 沒有人規定要在電腦教室上課吧 那這樣 學校沒有電腦教室上課 是不是很難過的嗎 有電腦教室上課 只是說我們的 輔助工具比較多一點吧 因爲可以做比較多即時的互動 對不對 錄影的部分部件 一定要看得很清楚啊 所謂的看得很清楚 就是有些人不太喜歡上螢幕的啊 我就 所以不見得就一定要錄 全畫面才叫做 才叫上課啊 因爲老師很多時候 我們上課會搭配什麼 減八嗎 對不對 這個只是有其中一個 就是給你比較有 有現場參與感的感覺吧 對不對 哇 這個我還是對下來 齁 這樣大家不要不問這個肝臟 呵呵呵 好 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是主要就是跟老師說明一下 你再準備一下就可以 其實這個都不貴 像那個剛剛那個麥克風 麥克風 這個也是網路攝影機 這個都三位數的 三位數會太多嗎 不會嗎 一千塊我找 就很好用 剛剛這個食物盒已經是兩千多塊而已 兩千多塊 我想老師自己買也不會太誇張 對不對 就自己用啊 好 那我們呢 這兩個環體有幫各位準備好了 那首先我先用介紹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呢 我們用的這個Debug Video Capture 它的優點是什麼 就是我們 剛剛跟各位講的檔案非常小 因為它錄影其實是用 H-264這個編碼 也就是用我們講的那個 高畫質的影片 那所以說 檔案小 所以即使你要上傳到我們出貨區平台 也還很快 或者說因為檔案大家就查 再來就是因為錄下來品質很好 錄下來品質其實蠻好的 那麼還有一個當然 它可以 如果說老師您的上課過程裡面 可能會播放到一些影片 那麼我們繼續透過螢幕上直接抓下來 直接錄影就可以了 它也可以把那個錄得很好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有遇到一些就是 像廣播教學 有些廣播是很軟體的 它也有錄影的功能喔 可是錄下來效果 如果是一般的螢幕上的畫面還好 可是錄的是那種播放影片的內容 哇那效果就差多了 就差很多 所以這個是它的優點 那目前來講的話呢 它的版本 您可以看一下 版本的話 我的老師的就是那個免貝版的 應該是1.88 好像1.88 就是這個版本的 它那個時候有非商業軟體 非商業使用是免貝跟復貝 那現在是只有商業版 不過這個版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用這個版本就夠了 如果老師覺得真的就是要隨時 保持在最新狀態 這個軟體多少錢 29.99.95免金 也是1千塊多少 也還好嘛 就像你真的要復貝也還好嘛 下面這個 如果是復貝的話 就比較貴啦 要到1萬多一點點 這個呢 不管怎麼樣 就是這套螢幕它有它的好處 但是它也很單純 就是做錄影而已 主要定義做錄影的部分 下面這套Edge Printer 事實上它主要是用來做什麼 做數位最好才用的 可是它本身也有錄影的功能 那你可能會想到 那跟我們PowerPand 因為PowerPand 因為PowerPand現在改名嘛 AppleCube 那麼 跟它有什麼故意要 它比較不同的是什麼 第一個 它本身具有錄影的功能 它也有 但是它檔案是有MP4的格式 所以一般來說MP4檔案比較小一點 第二個呢 它本身的操作方式 學習曲線非常的簡單 因為老師有沒有用過PowerPand 有的 他們都跟PowerPand一樣 所以這樣還用膠嗎 直接回家就好了 對不對 真的 真的 那個跟PowerPand一模一樣 所以它有個好處 老師有時候可能是錄影 那就要剪刀它面 我會隨時把我的剪刀 內容把它擺到裡面去 你就可以參差 可以參差在裡面 自己去做調整 好 那當然它也可以做一些什麼 就是 建制選單 做那個塑膠的問答 不過通常 因為這一塊來講的話 它是屬於付費的 付費 那你說我沒有免費的可不可以用 當然可以 只是它會加一個浮水印在上面而已 即使是付費的 也是全功能可以跟你用 有付費功能加上浮水印就這樣可以 它不論說你連發布都不能發布 那以影片剪刀功能來講 是完全不受影響 因為影片剪刀功能就是免費的 免費的 免費的 所以其實這個學期 應該是寒假的時候 還有最近去那個 去哪裡 去那個 熊熊被他忘記了 就是我有開兒童班 兒童班 兒童就不會上這個人 教影片剪輯啊 兒童班就會了 所以真的不會太滿 真的 老師會有性侵 現在做派出老師沒性侵而已 好 所以我們大概這樣介紹完了 那這兩個軟體呢 有放在這邊 您可以看一下 我們來這邊 找到每個軟體整理 點開 有跟錄影類的 我幫你整理 點進去 好 這個時候你就看到 我有跟兩個 第一個就是我們錄影 您可以直接裝就好 但這個安裝的問題 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會有一個畫面 如果這樣直接提醒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畫面 如果你要不要裝這個 有沒有 你就都不要就好 這Google的 它就完成 就完成 那麼 另外呢 如果您是在剛剛這裡 好 我現在是這樣 這個其實我 等於又多裝了 哇 剛剛錄的那段 哇 跳掉了 好 沒有關係 你看看這裡 另外一個呢 在這邊 有跟兩個版本 這是 免安裝的版本對不對 一個是什麼 這個 安裝的版本 沒有哪一個都沒有關係 因為呢 現在新版本就叫4.03 可是因為4.0之後 就沒有中文版 中文語系 所以如果您想要安裝的 那您就從這個版本 一直升級上去就好 它就有中文 可以保留中文 那如果您不想要安裝的 就是直接點開 直接中文打開就可以用 OK 那我先把畫面還給您 您先找看看這兩個軟體 這都可以看回去的 都可以看回去的 問題